1972年,陈毅元帅去世,看着西日的老战友老朋友走在自己前头 刘伯承很是伤感,越发思念起了其他的老战友,尤其是邓小平 可当时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一个拖拉机场去劳动改造了 那段时间刘伯承基本上不跟任何人打交道,只偶尔去陈毅那里坐坐 陈毅也离开了,刘伯承便感觉更加没人能说得上话了 还想到了自己的后事 扭回华国锋去看刘伯承,两人谈到陈毅 刘伯承趁机说到自己将来也会有这么一天 并给华国锋留下了一份特殊的遗嘱,里面涉及到了邓小平 后来这消息传到了邓小平耳朵里,他当即泪如雨下 第二年邓小平接到中央指示,正式复出主持工作 那刘伯承当年到底说了什么,跟邓小平的复出有什么关系吗 1966年,陈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他刚上任才四个月,四人帮就搞起来文化大革命的逆反活动 陈毅为保共产党的劳动果实,积极与四人帮作斗争 却被对方化为二月逆流,陈毅心里焦脆,身体很快就垮了 1971年,他原本就有的腹痛加剧了,一检查才发现原来是肠癌 查出癌症仅一年,陈毅就去世了 刘伯承跟陈毅是同一年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 那一年,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失去了一切职务被下放到江西改造 没有了邓小平的鼎力强助,中央大大小小的工作 刘伯承两人一起扛,并一起同四人帮斗争 眼见老战友忽然倒下,刘伯承感到满腔的愤怒和难过 愤怒的是,四人帮间接杀了陈毅 难过的是,他不知道这些被冤枉的老同志什么时候能得到平反 其实那时候刘伯承的身体状况也不好 但他放不下国家大事,一直撑着在工作 得知陈毅病逝时,刘伯承也是家人搀扶着到现场的 但是他看不到陈毅最后一面 因为那时候他的眼睛已经失明了 陈毅的死又重重的给刘伯承一个大气 身体更加不好,只得在医院静养 那时候周董理的身体也不好了 但他仍然尽着最大努力保护党内的老同志 刘伯承住院后,他几次去看望刘伯承 并带来了毛主席的指示 要刘帅以养病为主 可刘伯承似乎受到陈毅去世的影响 多次提到生死问题 由于当时刘伯承已经80岁出头 加上长期悟病在床 有关于生死方面的想法是正常的 不过刘伯承每每提及都仿佛话里有话 其实刘伯承是想提在江西改造的邓小平 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契机 当然陈毅的死不仅给刘伯承一记重创 也重新引发了邓小平的思考 1972年8月 邓小平终于在陈毅去世大半年后 给毛主席写了封信 诚恳地表示自己身体还硬朗 能继续为党和国家工作 毛主席看到信后 肯定了邓小平多年来的贡献 这相当于释放了邓小平回归的信号 1973年3月 中央做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正式决定 8月邓小平就在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当选为中央委员 年底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回北京后 邓小平便大力开展纠错整风工作 希望尽快为被打倒的老同志们平反 可由于他的动静太大 触碰到了某些人的利益 后来再次面临被打倒 闻此情形刘伯承更着急了 眼看周总理和毛主席的身体都快游进灯窟 他必须想办法保住邓小平 于是他趁有回华国锋去看他的时候 坚决的跟华国锋说 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必须要邓小平给我主持追悼会 否则我绝不进八宝山 我的尸体扔到荒郊野外去算了 华国锋一听着急了 共和国元帅死后 怎能随意扔荒郊野外呢 他明白刘伯承的脾气 怕他真的说到错到 而且他自己都在协助周总理 纠正四人帮的错误 重振国民经济 他怎能不清楚邓小平 一心为了党和国家呢 于是华国锋立刻保证 他到时候一定实现刘伯承的遗嘱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发生 邓小平再次失去一切职务 好在半年后 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十年文革终于结束 第二年中央恢复了邓小平的党政军职务 并选举他为中央副主席 刘伯承对邓小平的希望终于落实了 三起三落的邓小平 成为了我党第二代领导的核心人物 他回归后 关于刘伯承给华国锋留遗嘱的事 在党内传遍了 后来连日本学者都知道了 还特地为此撰文公开发表了遗嘱内容 邓小平得知后潜然泪下 自己被撤职 下放改造 病中的老战友一直念着自己 还老想着如何帮自己 工作之余 邓小平有空就去看望刘伯承 并向中央提出倡议 给刘伯承写一封致敬信 希望他能安心养兵 健康长寿 1982年8月 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 通过了给刘伯承同志的致敬信 信中细数了 刘伯承一生的光荣事迹和奉献 并向他保证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辛苦缔造的事业 一定会得到新的发展 希望他能长寿 并看到这些发展 可惜刘伯承的身体 已经承受不起任何工作了 便辞去了党政军的领导职务 又坚持了四年 刘伯承以94岁的高龄 在北京去世 邓小平遵守他的遗嘱 为他主持了追悼会 追悼会当天 邓小平最先率领全家来到灵堂 向刘伯承的遗体三鞠躬后 邓小平久久的处理着 凝视着他的老战友陈思 并默默流泪 战争时期 人们总习惯的把刘伯承和邓小平 放在一起说 连解放军中原野战军 都称为刘邓大军 可见两人的革命有益有多深厚 他们也确实称得上是一对黄金打当 生死离别 都不能让他们的情谊消失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